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一個月前我也是站在這間房間 又是講這個題目 但兩次這個題目的一期都不是我說要講的 上一次就是 藥劑師學會的Annual Conference 是呀,藥劑師我都聯絡了 即是 即是,今天也說有一點 我都叫做現在半隻腳在做貿易 不過是在網上的貿易 都是賴少許關係的 上一次講之前那一晚 就在另外一個好像香港 Institute of Marketing 大家落在Michael的會 又是講同一個題目 就是迎難而上 第二天就在藥劑師學會 就是講怎樣不要放棄 那今天大會呢 又是叫我說 就是這個 Never give up 彷彿呢 明天呢 就去將軍澳一間中學 又是跟小朋友說 做人不要放棄呀 這樣 似乎我應該是 香港現在最慘的一個人 剛剛坐下在VIP房間 莫小姐就說 我支持你呀 我們就很覺得 這個世界要公平的 這樣 我自己怎麼看呢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為我擔心 我 我很感恩 很開心 是從心底裡 很感謝他 給這個經歷我 大家知道他是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在座有沒有朋友 是三年前四年前 聽過我說talk的 或者見過我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跟你們真的差很遠 距離很遠 幸好你們沒有 因為如果你有的話 你應該很討厭這個人 你覺得這個人 是一個很困難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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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可能 那股氣味 還是有一點點的 不過其實已經好了很多 我經常在這裡說 就是 如果兩年前 我們十月十五日 我們有牌照 然後出選戰 然後出來生不做香港人 出這個身份 我幾覺得你們應該的廣告應該落在我那裡 多於落在現在的大台那裡 我相信 就不是我贏他 他二十五點 我都應該跟他打成平手 那時候的黃維基應該是一個大狂魔 更加覺得自己是不可一世 所以對我來說 我知道做VTR很困難 最近我聽過很多朋友 生意很困難 可能很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 我不知道 我的經歷告訴我 這些都是一些磨鍊 一些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安排了 先說一些遠的東西 我是做電訊出家的 你們不要說 你用過我的服務 應該是你爸爸媽媽才用過 如果你說你用過就代表 你洩漏了你的年齡 我做IDD的 很多人都知道 聽過有額頭不要額頭 我做回撥的 OK 你又知道 你很年輕的 小朋友 OK 做回撥是怎樣 其實我最初不是做回撥的 我最初是做一個方法 叫做800 大家如果打電話 想預約 這個Manyation Hotel澳門 你可能打個800 Tool Free 那怎樣呢 就不是香港給長路電話 是那間澳門的Hotel 因為他收你的預約 他會給長路電話費 我們叫做800的Tool Free 如果二三十年前 你去美國的酒店 你的酒店房 就有張AT&T 如果打長路電話 就可以在那裡打個Tool Free 最初九二年九月我回香港 其實是用這個方法 直到天地下來了 因為當時的香港電信 迫加拿大 迫美國的carrier 要將這個800的收費 升到很高 高到我要關門 因為根本上成本做不到 在這個 這樣的剃機之下 是被迫著 要是關門 要是想這條條 那條條條出來 終於我運了自己 四十八小時的房間 就想到這條條條出來 二千年 我是做寬頻的 雖然三年前賣了 但是二千年我是做寬頻的 做寬頻最初的時候 不是大家今天所熟悉的 所謂什麼光纖入屋的 二千年那時候 我是用了一種叫做 大家知道什麼是 不過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有線寬頻 就是用電視的線去做 我最初都是這樣做 其實我最初有五千個客 有頭五千戶的客人 都是這樣做 但是 九仓告我 你找到公司的記錄 是可以找到的 他下寬頻 Steven下寬頻 下寬頻 我和Steven很朋友 但當時各位旗主 他公司覺得一定要這樣做 下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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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當時二千年 雖然我都已經上了市 但是 那時候都不少 因為剛剛去完 Nesdaq 做完road show 但是當時沒有理由 和九仓打 不合理 所以我們沒有了 沒有做 cable modem 沒有做 cable modem 因為 cable modem 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大家每個家裡都有一條大廈公共天線 所以怎樣 不需要再掘 即是不需要再掘任何線 你只要加一個所謂的 cable modem 你就可以提供到 一定限度的寬頻服務 這是最快趣的方法 就很感謝他 很感謝Syphon 因為他控告我 不是他控告我 只是他公司控告我公司 他下寬頻 令到他不讓我們再觸碰 大家家裡的公共天線 我又要變了 OK 變了最後來 現在很多朋友 可能在用的香港寬頻 我三年前賣了 就是所謂的光纖遊牧 將由元朗一直掘 到香港仔 然後洞洞大廈都掘 這裡都掘了 掘到每一條走廊 過往十五年是不斷地掘 掘到可以起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光纖網 我都是被迫的 今天一會兒我看到一條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做HTV Mall 就是那一句 只是他迫我的 其實我想到電視 大家都知道 其實 你說我是不是 很多人都說 叫我永不放棄 我不知道 可能我沒有這個概念 放棄這個概念 其實我只是不斷地走位 在變 我覺得就這麼簡單 原來有很多好處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尤其是女士 我們開業營業了三個月 我們都很多韓國 很多日本 其實現在大部分日本 頭六個上了市 除了UNICO 沒有跟我們簽約之外 其實在日本最大的六間服裝公司 都跟我們簽約 OK 大家知道 日本人做生意的時間 都需要比較長一些 去建立關係 互信 簽一張約 都可能搞半年了 我全部都是由 他們的社長到簽約三個月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他們很熟悉香港的情況 他們也知道我很可憐 他們也很可憐我 去到真的 每個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某個香港法國品牌 當我去見你們法國的CEO的時候 那個CEO告訴我 可以了 Ricky 我因為剛剛那個秘書 原來是你的粉絲 就已經說了你的抱歉給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會支持你 所以又簽了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今天來當然我沒有能力 因為我也是做書家 我今天來只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給大家 當大家很失落 大家很不開心的時候 想一想 你不會比我慘 OK 但是很多事情 原來是冥冥中有些主宰 做了的任何事情 都是沒有浪費的 都是沒有浪費的 真的付出過 真的做過 真的努力過 我的經驗告訴我 是從來都沒有浪費的 不會有浪費的 最後 我很快 因為我知道 我之前有一個請問 如果我寧願你們 有什麼挑戰 從我提問我 我覺得我們待會再做 最後一件事 我想分享的是 為何我不會放棄 有人問我 為何不放棄電視 為何不放棄 為何不放棄 你都 就是延遙少少 其實我三年前 買香港寬頻的時候 我買了53億 OK 我打算那一塊錢 就拿來做電視劇給你看 那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代了一個袋 其實我絕對可以 玩吧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我放棄了 不繼續做 剛才我走出來 我不知道那個女士還在 因為我走出來 在洗手間 我的手很濕 有個女士很開心 哎呀 黃慧基啊 走過來握手 我說沒有了 我的手很濕 我覺得如果我放棄了 是放棄了我自己 我不是放棄了一件事業 而是放棄了我自己 還有 我現在每個禮拜都在中學 我不會再去大學中學講 是 我有很大的壓力 如果我放棄的話 原來我發了一個很差的訊息給社會 上個月我們贏了 不是贏了法庭 判了我們的司法科學 贏了 雖然我們知道沒有用 我已經說過沒有用 因為他一定會上訴 我昨天就上訴了 是不是 但是起碼給香港人 起碼給最後我們香港人知道一件事 這個世界仍然是有些公義 就是心底裡 我們仍然覺得有希望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 最後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做HGTV魔 我大膽在在銀售的朋友 前輩說的心底說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做多久的銀售 香港的零售商可以做多久的銀售 因為內地網購的力量是很大的 兩個戰場不是分割的 兩個戰場是overlap的 你今天不做online 我不是叫你們來我做 我是叫你們自己做的 但是我覺得完全不想 完全不做是不應該 雖然我知道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internal conflict 正如我四年前還在銀售香港寬頻的時候 我都不能夠銀售到online 明白嗎 明白這個意思嗎 因為其實你看到街霸 在街站裡 拔著你 轉用我們 轉用香港寬頻 其實你可以challenge我 Ricky你的客人都會上網 其實最簡單就是在網上做登記 為什麼你自己都不做呢 為什麼我不做呢 因為我那群街霸不肯過我 我那群街霸說 如果你做Ricky 如果你做online 他就會馬上跳躥到香港 去電訊營科 打我轉頭 因為他知道 他是不能夠跟online競爭 我不知道這個情況 在你們有幾常出現 但是 這個是 我也不懂得解答的問題 但是我知道 你不解答也好 我剛剛上個星期才知道 白雲機場那個倉是大到 就是過百萬呎 廣州人原來買奶粉 不是來香港買最多 是直接在紐西蘭 直接在澳洲 直接在荷蘭 訂兩罐兩罐 這樣去 因為有免稅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有五百元 不需要報稅 那天天訂 天天訂兩罐 好 好 這個訂化妝品 訂護膚品 訂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因為每人每日 家裡有六個人 你每日可以訂三千元 好 他們通了 跟公安的系統 是完全正常化的渠道 現在是 跟公安的系統 完全是捕捉了 完全是很正常的 你想想 這件事繼續下跌的時候 網上的生意大到 價值 其實我不知道會發展成什麼樣的 這個是我今天來 除了我講 永不放棄之外 我覺得 我也很想描述大家的 各位朋友 因為香港 我們是否能夠 做一個購物 即是否永遠能夠 保持一個所謂 即是長要保持一個購物 天堂 我覺得大家在網上 因為我接觸很多 我看到網上 網上 大家是很不著重 以及 不只是來我做的 而是你自己做也好 我覺得是很不著重 以及很沒有放資料 進去做 而這件事 可能未來兩年三年 都是虧本的 但是如果不去學習那個 項目 你最後來就一定要把這些 放在T-mall 你一定要把這些 放在T-mall 我想在座 也有些朋友 放在一些內地的網站 你會知道 你的條款會是什麼 即是到時候 你不是被 你不是被 香港的 公司捏著這條項 你是被 內地的 網上的購物店 捏著這條項 這是我覺得 我很想今天 發出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訊息給大家 那 分享到這裡 好嗎? 來不及 來不及 那我 看一下 我